各位学友大家好 这是CQ邱老师在这边为您介绍一下 我们Druple 7基础安装与管理 101课程 让您轻轻松松上手成为网站的站长 我们这一个整个课程里面 整体来讲会分为六大部分 包含一开始的欢迎简介跟结语 我们会包含了整个课程的简介 就是你目前在看的 那也会介绍我们课程附一个练习档案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在最后的课程会把整个课程做一个复习 以及未来进阶方向的一个规划 然后我们会有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会主要是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内容管理系统的应用案例 以及包含了什么是Druple Druple的目前最广泛使用案例 然后我们会紧接着来介绍一下 如何来使用安装我们Druple核心跟模组 以及中文化包含了安装Druple需要什么 还有两种安装Druple的方法 TWAMP以及Aquia DAMP的安装方式 然后会紧接着介绍如何在诸佛里面扩充安装模组 以及利用它来使用我们中文翻译包 这是在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我们会开始来介绍一下 安装完诸佛之后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运作 在单元3里面会介绍如何去做使用者内容 跟对内容的回应以及防止SPAN等等的入侵的方式 所以我们有包含了使用者建立内容 建立两种不同内容以及使用输入筛选器 增加回应防止SPAN的CAPACHA人机辨识模组的运用 内容版本修订以及做一个Druple重要词汇的介绍 这会在第三单元里面 那第四单元我们进来管理者界面的主控台 来帮助我们设定工具列跟结晶列的一个设定 如何有效的使用结晶列 另外利用诸佛7的仪表版主控台的方法 以及让我们系统做主动维护的Chrome定期工作的排程运作模式 这都在管理方面的基本上 那系统上面的基本应用会在我们第五单元里面 会关系到如何使用核心已经提供给我们的各项模组 那会包含了很快的可以建立部落格讨论区投票 然后如何把外面的资料引进来的RSS联播 以及把自己的资料变成联播 来让其他网站共同播放 那也可以运用整个网站的使用联络表单 以及如何进阶的设定我们网站使用的图片 样式跟系统档案 这会在第五单元里面做一个重要的介绍 那第六单元我们就开始进入如何客制化跟呈现内容的分类管理 主宝厉害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制定内容的类型 在不同的内容类型又可以有制定的栏位 也就是说当我们应用网站要设计自己相关的内容类型时 如何设计如何管理如何改变它的基本输出的模式 在我们的课程中我们将要制作两种内容类型 一个叫做3C产品一个叫做3C配件 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两个内容类型关联起来 让3C配件指定它使用在哪个3C产品上面 Drupal的另一个特点是你可以制定内容的呈现方式 在课程中我们将介绍如何利用Drupal本身内建的功能 为内容的呈现进行改变 另外也许你对于Drupal内建的内容呈现的功能还不够满意 因此我们还介绍利用第三方模组的方式来调整内容的呈现 让大家看起来的样式是您希望他看到的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如何手动安装模组 改变内容出现的呈现格式 我们将把3C产品的呈现改为左右两栏的呈现方式 在左边放置的是它的标题跟本文的内文 在右边放置的是它的图片 附加的档案以及回应的表单 同时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还可以修改它的CSS进行布局的设计 另外我们开始会教大家如何运用分类 Texanonomy的这样一个功能来有效的管理我们的内容 甚至利用它来建立相关内容的关联 让资讯之间可以彼此共用统一呈现在网页上 那最后我们会教大家如何让我们的网站 使用WikiWik 丰富编辑器的方法 让使用者拥有像Word一样小工具的文字编辑功能 第五大部分我们会呈现的是网站内容如何显示 在控制版面跟区块的编排上面 我们会有介绍的版面区块跟如何自己建立区块 而在第十单元里面我们会介绍到整体网站风格版型的规划的运用 包含了有哪些内建的版型 版型的安装 安装其他版型的方式 以及认识如何处理版型的基本操作内容 Drupo的版型是可以很容易更换的 在课程中我们将介绍版型的组成 版型的设定 以及版型的更换 我们也简单介绍的版型是如何设计的 并且以一个简单的例子介绍你如何修改版型 然后在第十一单元我们会紧接的对于客制化呈现我们内容使用的重要模组 就是View 我们后续在其他课程里面有专章来讲解View的使用 在这一边我们第十一单元会做View的模组的剪接 如何使用内建的View跟建立自己的一个View 让大家开始可以试着利用View来完成自己内容呈现的规划以及运作 第六大部分我们会再介绍一下 做一个网站管理者控制跟管理维护网站的方式 会包含如何有效的管理使用者包含角色跟权限上的设定 我们有会员管理的案例以及管理角色跟权限的说明 那接下来在使用者介绍上面我们会有选单设计的介绍 认试一下Juple提供的哪些选单如何我们设计自己要用的选单 那最后个单元会介绍一下如何做一些基本的网站站长的管理维护 再到Juple7安装与更新模组更简单了 我们将介绍你在Juple7如何安装模组以及模组的中文翻译包 接着我们继续介绍模组的更新方法 我们同时会介绍你传统的模组安装方法 让你在某些必要的情境下使用传统的方法完成模组安装的工作 而在模组更新的时候如何设定让你的网站成为维护模式 那如何建立使用者报表 有必要时做Juple核心更新的方式 以及翻译我们相关的界面 那最后当然要介绍的是 有效的去备份跟学会如何还原我们的网站 以及最后如果我们要翻译跟删除网站等等管理维护功能 那这就是我们整体Juple7101基础安装与管理的相关内容 以上是CQ邱老师在这边为您所做的课程内容概要的讲解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诸佛强大功能的世界 一起来建构我们自己的网站